咕咕! 兩個星球 大家好,我是Rebecca 一個十年拍攝經驗的攝影師 你有沒有看過這類照片,覺得特別有趣呢? 今次要教大家如何用前期和後期的兩種方法 去創作多重曝光 前期就是利用相機的功能 同一張照片曝光兩次 讓影像重疊 拍出來已經有這個效果 首先,我們需要拍一張背景乾淨的剪影 主要是想勾畫模特兒側面的輪廓 為什麼我要把剪影放在第一張? 而不是風景 是因為第一次曝光的影像最清晰 之後再加上去就會越來越淡 接著就到最重要的步驟 就是把相機中的多重曝光功能 開啟 我們要設定曝光的次數和其他設定 今次我要的是雙重曝光 所以次數選擇2 然後呢 在選擇多重曝光的影像 這個位置 選擇剛才拍的那張剪影 做第一個層面的照片 之後就可以開始要拍重疊上去的畫面 留意重疊的部分 對應剛才剪影的範圍 我們可以直接在螢幕上 preview 大概重疊的效果 去控制好什麼景 但是我的經驗告訴我 不可以順著 preview 要將設定余暗一點 因為最後的完成品 是這兩張照片的光線加在一起 如果兩張照片都很光 吸收的光線就會太多 最後那個作品出來就會很光 什麼都看不到 就會像這樣 建議大家可以調小光圈 這樣就完成了 是不是很簡單呢 只要練習多一點 放多一點心思 這樣就可以創作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如果這部機器沒有多重曝光這個功能的話 靠後期製作都可以一樣做到這個效果 首先我們打開Photoshop 選擇剛才展現的照片做下面的層面 然後把風景照片放進去 然後這個層面的塗層模式 改為淚色 然後我們再調整一下曲線 因為兩張照片搭在一起的時候 出來的效果會太光 所以我們需要把這張照片調暗一點 然後再調整一下重曝效果在戰英的位置 這樣就完成了 是不是真的很簡單呢 今天的分享到這裡 大家學會了沒有? 如果大家有什麼類型的攝影教學想看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下一集我會說一下 拍攝這類的熱光照片會有什麼秘訣 如果你都喜歡我的教學影片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和追蹤我的IG 裡面會有更多攝影作品 下次見 拜拜 拜拜